首先我們一起先來做一下澱粉梅的實驗 我們在桌上已經準備了兩個燒杯 在這燒杯裡面我們分別加入等量的澱粉 那這個澱粉就好像我們在日常飲食中常吃的這個米飯啊 麵條 麵包 蛋糕裡面都是充滿著澱粉 那在燒杯裡面加入澱粉之後 我們分別加入少量的水 然後先均勻的攪拌 好 攪拌之後我們一樣在另外一杯加入少量的冷水 一樣用攪拌棒把它攪拌 攪拌之後接下來我們就需要使用滾燙的熱水 讓我們生的澱粉變成熟的澱粉 好 那接下來我們分別在兩杯的燒杯裡面加入滾燙的熱水 好 然後我們用攪拌棒快速的攪拌 好 那另外一杯我們一樣也是加入滾燙的熱水 加入熱水以後我們一樣快速的攪拌 都變成金狀了 沒錯 好 透過加入熱水以後的一個攪拌 我們可以清楚的感覺到這兩杯原本是液態的混濁溶液 現在已經變成是糊金狀 這就好像我們平時所吃的米飯 麵食 進入到我們的腸胃道之後 它是非常非常的粘稠 它的粘稠狀況到底是形成什麼樣的狀況呢 我現在把兩杯杯子把它倒過來 大家可以看到原本是液狀的液體 現在完全已經凝固成糊金狀 也就是說這樣子的澱粉如果說 當它進入到我們的腸胃道裡面 我們腸道如果說沒有足量的澱粉煤 這樣子的一個糊狀就會沾黏在我們的腸胃道龍毛裡面 也會影響到我們腸胃道的一個運轉 那甚至於營養的一個吸收代謝都會受到影響 那最嚴重也可能會導致阻射的一個問題 會吧 那面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缺乏澱粉煤該怎麼辦呢 其實在我們所食用的一三一束酵素裡面 就有這樣子的澱粉煤酵素在裡面 那我現在取一包酵素 把它加到我們其中一杯 已經形成糊金的澱粉裡面 那接著我用攪拌棒來做攪拌 看看原本非常粘稠的糊筋狀 澱粉會形成什麼樣的狀況 你有沒有發現原本非常粘稠的糊筋狀 現在已經開始在溶解了 那我們再加入我們的三數澡礁素 好在我繼續持續的攪拌同時 我們已經清楚的看到了原本非常粘稠的糊筋 現在已經開始變為液體狀了 兩倍也差太多了吧 那到底有多大的一個差別呢 我現在這邊又準備了一個乾淨的燒杯 加我們原本兩杯都是固狀的澱粉糊筋 剛剛我們倒下來的時候 完全是不會掉下來對不對 那這杯已經加了一三一數的酵素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哇 好神奇喔 有沒有發現非常粘稠的糊筋馬上變為液狀 其實它已經幫我們開始在分解這些難消化的澱粉類食物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添加一三一數酵素之後 非常粘稠的糊筋燒杯裡面已經變成了液狀 這也代表它可以幫助我們腸道去消化這些難以分解消化的碳水化合物 老師 我平時超愛吃麵類的澱粉類的食物 我覺得我肚子裡有很多的凝固物 老師 快送我一包吧 拜託 沒問題 我就把一整盒全部都送給你囉 好 謝謝老師